纽西兰新内阁出炉 总理Jacinda Arden宣布 由毛利族Nanaya Mahuta担任外交部长 她从1996年当选国会议员后 也曾担任毛利发展部长 致力为毛利族群发声 此外新内阁另一亮点是由公开 同志身份的Gran Robertson 出任副总理 他将兼任财政跟基础设施部长 Jacinda Arden表示她对于多元的内阁阵容感到骄傲 期待这些一时之选能创造好的政绩 而这批新内阁名单也在在展现出纽西兰政府 对族群主流化与性别平权的重视 原始新闻 朱古已故编译 对于族群主流化与性别平权的重视